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众人都是大海 心中一片凛冽萧瑟 九星五帝 已经是五道的最后一个境界 其中每走一步都异常艰辛 没有莫大的毅力 莫大的天赋和莫大的机缘 很难寸进分好 广源脸上一片庄严喝道 开 轰 战舰上的所有力量 尽数被他一招震开 轰散之力如雨落下 往战舰上坠去 散开 北明抗天一喝 甲板上的舞者坐以散 那防御之光瞬间被打穿 攻击尽数落在战舰上 一道道的光芒在战舰上冲起 大面积的破坏着剑身 每个人都心底发寒 冰城和北明抗天 也是脸上发白 有种末日降临之感 广源纵声长笑 这种感觉很久没有过了 真是怀念啊 他眼中寒光一闪 双指并拢入剑 凌空就斩了下来 轰轰 战舰上被划出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直接切入内部 咔咔咔 口子裂缝内 不断传来各种断裂声 哼 好大的石材 广源眼中冒出光芒 眉心处法华连台一闪 如是我闻 飞入他掌心 随后往空中一抛 便降落下去 连台上花瓣逐一盛开 金光如同火焰一样跳动 九阶战舰上升起 道道气灵之力 尽数被吸入其中 特别是那甲板上的 一道裂缝内 大量的灵力涌入出来 不断被如是我闻的 华光吸收 广源也算是天纵之才 在不断想办法 炼化如是我闻的过程中 模拟如是我闻的吸收之力 自创了直接吃人吸工的邪术 倒也运用的炉火纯青 如是我闻定格在 战舰上方十余米的高空 像吸血虫一样 惊吞着战舰的气灵之力 广源则是凌空落下 双脚踏在甲板上 猙獰地看着众人 不断地舔着嘴唇 露出深深音笑 我 我要杀了你 有一名人族舞者 终于受不了那种恐惧 彻底地发狂起来 丹田内的气流旋转 直接迸射出体表 大吼着冲了上去 竟是要自爆 广源一脸的冷色 屈指轻轻一弹 一道进风顺闪射出 扑的一声 打入那人体内 那人还未冲着身前 就直接抱得粉身碎骨 大片的碎肉撒落一地 触目惊心 所有人都是一阵头皮发麻 冲尘惊吼道 平安 不然就唯有一死 他身上猛地爆出一道道光芒 眉心和胸前各浮现出四个光点 正是四门所在之处 随后身上金光流转 无数复杂的阵线凝聚出来 一道道的阵图出现在他的身上 力量开始成倍叠加 夸腹追日 冰尘大吼一声 拳破虚空 如同一道闪电划过 轰击而去 北冥抗天 也是身上抱起了一阵寒光 引动天地异象降临 双手在身前飞速掐绝 组成仪式剑图 偏弱惊鸿 那寒光尽数汇聚在一朝之内 朝着广源轰去 李云霄也是召唤出葫芦小金刚和大鳄鱼 两者都是面目猙獰 咆哮不已 大鳄鱼凌空化作一个火球 带着淡红色的炙火滚滚而去 好像会心降临 陨石坠落 葫芦小金刚的双眼眯成两个豆子 一记金刚拳红出 整个四周空间全部卷了进去 冰煞心燕也随之打出 广源冷笑不已 但看到冰煞心燕的时候 身躯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脸上一缕惊恐一闪而逝 变得更加猙獰起来 昏远一气 他身前掐出一道绝印 舒然张开 啪 四道绝强的攻击 被他一道结界挡下 无法近身 所有人脸色大变 哼 蝼蚁们 这就是你们全部的力量了吗 广源狂笑道 若是这般的话 那就统统进我的肚子吧 他一手张开结界 一手掐出绝印 神诀在手中飞舞 所有人都是哆嗦了一下 一人狂吼道 拼了 近百名舞者 都是脸色铁精 各种压箱底的绝招纷纷呈现 一时间百花齐放 百鸟争鸣 广源脸色微变 那结界之力瞬间被压弯了下来 令得他心中大惊 他并没有低估众人的实力 只是低估了众人的决心 哼 整以为 以多 就可以咬死象吗 广源手中神诀一展 上空悬浮着的如是我闻 一下子光芒大盛 缓缓 凌空而来 超品玄器的威压之下 如浩瀚之海 让每个人生出一股绝望之意 但所有人都是脸色铁青 宁死也要拼 李云霄也是眼中喊起点点 眉心中光芒闪动之下 同样一股浩瀚之力从天而降 这是 所有人心中都是一惊 只见一座丰碑凌空而下 四周朦胧一片 一股宏伟之力散发出来 直接往法华连台上压去 这是 超品玄器 广源更是瞪大了眼珠子 骇然的不敢相信 他知道 李云霄有一件超品玄器 山河鼎 但凌空压下的这东西 显然不是大鼎 难道 他有两件超品玄器 广源 连连摇晃了脑袋 根本就不相信 他自己拥有超品玄器 内心十分清楚 想要炼化超品玄器的难度 即便是九星五地 想要完全炼化一件 都需要莫大的力量和机缘 同时拥有两件的话 那不仅是浪费 更是找死 这也是他为何会答应 博宇晴取山河鼎的原因 如此质宝 能够拥有一件 就足够享用终身了 轰 就在广源惊诧之时 戒神碑 直接压在了如是我闻上 两件超品玄器 撞击之下 轰然挤出 无边的灵压 朝着四方迸射开来 浩瀚之力 无穷无尽的蔓延 往四周席卷而去 广源脸色大变 他的混源结界 在众人的齐心攻击下 就已经岌岌可危 哪里还承受得住 这浩瀚之力的冲击 危急之下 他手中绝印一变 立声喝道 混源于气 道话虚无 结界之力 骤然一收 在瞬间压缩到了极致 汇聚在他的双手内 猛然爆开 哄 一股刚猛至极的混源之力 从他的身前绽放 与所有人的攻击撞在一起 形成一股绝强的风暴 风暴蔓延开来 与那两件超品玄器 撞击出来的灵压 对冲在一起 形成一股更大的风暴 将广源整个人吞射了进去 更是朝着战舰上压下 所有人大害 不过眼前的生死 比被吃掉要好多了 众人都努力的朝着四下逃去 但那狂暴的能量威压 直接震住了空间 哪里还逃得掉 嗯 金刚拳 冰城大吼了一声 身上一道道圣伦浮现 猛的一拳朝远处轰了过去 威压之力 瞬间被打爆 空间封锁 被震开了一条通道 跟我走 他大喝一声 当先就化作一道流光 冲了出去 众人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 纷纷追随过去 请客间便逃离异空 只剩下李云霄和水仙 还站在战舰上 李云霄全身一片金色 但脸孔却苍白的厉害 原本他的原力尚未恢复多少 戒绳碑对抗如是我闻 异常吃力 此刻被巨大的玄气之力反噬 不灭金身也难以抗拒 浑身颤抖的厉害 快走啊 你还站着这干嘛 等死吗 李云霄大吼一声 看着傻傻在一旁的水仙 惊怒交加 水仙急道 你也一起走 那股力量压下来 你会没命的 李云霄气得想要吐血 吼道 猪队友啊 若是你逃了 我一早就收回戒神杯跑了 谁还会站在这里死扛 快走 水仙一呆 眼泪都快出来了 原来他是在等自己先走 他急忙转身就化作一道光芒 金甲卫士在前面轰开一条通道 立即就飞了出去 远离那狂暴的能量后 水仙拼命的大喊道 李云霄快出来 李云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不仅是玄气反噬 还有无边威压降临 纵然是不灭金身也挡不住 好感人的故事啊 广源的声音在那能量的风暴中传来 他的身影在其中若隐若现 在整个恐怖的能量暴风中心 只见他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如是我闻上面 戒神杯反被压在旗下 不断的朝战舰落下 李云霄的身躯 被那巨大的威压震得死死的 连动弹一下都要耗费极大的原力 为了泡妞放弃自己求生的机会 值得吗 广源冰冷的声音传来 脸上一片冷漠 嘴角更是浮现出激风 嘿 李云霄吐出了一口血水 冷笑道 老子泡妞 关你屁事啊 爱怎么泡就怎么泡 怎么 你不爽吗 广源脸色一沉 怒哼道 你这样的人类 真是叫人反感呢 吃起来都会反胃口 他手中绝印施展出来 泛英龙语在空中响起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物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轰隆 那无边风暴的面积再次变大 天威 滚滚而下 别说李云霄 就是那九阶战舰 邪艳也在这股无边之力下 开始破碎 不断的崩坏开来 出来呀 李云霄 你快出来 水仙大吉 眼泪扑苏苏的落下 一咬牙 就要冲进去救人 啪 冰晨 一下将他抓住 冷冷的说道 待在一边 我来 他虽然说的气势凌人 但望着 那越来越大的能量风暴 却是满眼的凝重 甚至是绝望 感谢观看